有時間回到飯店休息的時候 我們都是分房睡著 因為我先生他希望 我能夠好好的睡眠 我們的棉被已經分開來了 就單人被 這樣比較不影響 不再會有那種抱在一塊 像電影情節那種事情了 好不好 我們都已經 那種東西年輕的時候有過 有時間回到飯店休息的時候 我們都是分房睡著 因為我先生他希望 我能夠好好的睡眠 然後有孩子在身邊的話 他就會黏媽媽 然後要吵著要媽媽 跟他睡前故事啊 睡前抱抱啊 幹嘛什麼的 所以其實大部分 這段時間我必須說 我真的有一個很棒的隊友 他真的是我神隊友 他真的就是 24小時在take care 進房 在台灣他會想讓你睡得更好 也跟你分房秀嗎 不會不會 我們還是有睡在一起 不要擔心 但我們棉被已經分開來了 就單人被 這樣比較不不影響 對啊 不不影響 不會啦 我跟你們講 到了一種年紀 你就會明白 好不好 你們的爸爸媽媽應該也都 怎麼明白什麼 明白就是 就是睡眠很重要 要分 就是床那個 比如說 比如說分床 或者是分棉被 這種 對啊 不再會有那種抱在一塊 像電影情節那種事情 好不好 你們都已經 年紀大了 那種東西年輕的時候有過 的確 而且你知道年輕的時候 真的會牽手 抱在一塊 然後後來呢 抱久以後就會發現 欸 開始在冒汗了 覺得差不多要分開 所以也沒有真的 所謂的抱在一起 睡這麼浪漫的事情 還是很新奇嘛 睡好很重要 謝謝你 謝謝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